大家好,我是汤圆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起发生在2005年 因家庭矛盾而引发的一家六口的惨剧 袁平,1947年11月20日出生 他是家中的长子 和弟弟、父亲、母亲住在长野县 弟弟比他小三岁 小学五年级时,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 袁平转到了另一所学校上学 在新学校,他认识了很多开朗外向的朋友 所以,他在学校也渐渐成了风云人物 但在家里,他和母亲的关系却不是很好 家里要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母亲就会怪在孩子身上,说是他们弄不见的 对孩子的管教还特别严 如果袁平要和朋友去玩 他就会找各种借口不让袁平去 而且,母亲还特别强势 生气时,不管边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所以,袁平从小就很害怕,也很讨厌母亲 他在家中很少说话 母亲说他什么他都不还嘴 到了后来,他看到母亲要么假装看不见 要么躲开他 相反,父亲的性格很好 所以父子关系还不错 上中学后,袁平已经混成了学校的小头目 但他特别在意周边人对自己的看法 因为他长得不高,所以非常的自卑 他把原因都归咎在母亲身上 他觉得都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才有这么矮的 高中毕业后,袁平入学了东京一家放射县济师的学校 毕业后到医院就了职 在那里,他遇见了身材高挑,温柔美丽的玉子 他们相互喜欢,不久便开始了交往 玉子比袁平小一岁,对他很好 从不建议他的身高 和玉子在一起,袁平也变得自信了起来 渐渐的,他也不再为身高的事情而烦恼了 两人相处一年后决定结婚 袁平把玉子带回家见了父母 看到儿子幸福的样子,父亲很替他开心 但母亲却不是很喜欢玉子 他觉得玉子的出生不好,配不上儿子,很是反对 袁平不管,执意要和玉子结婚 婚后还生了一儿一女 1970年,袁平从长野县的松本市 搬到了岐阜县中金川市的板下丁 父亲很喜欢袁平,以前就和袁平说过 以后想要一起住 所以1980年,袁平把父母结了过来 也是从这一时开始,母亲和妻子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母亲本来就不喜欢玉子 搬过来后也没有任何改变 同住一起,他几乎不和玉子说话 还时常和家里人说自己东西不见了 肯定是那个女人拿走的 他就是小偷 每当这一时,都是父亲出来帮说话 事情才得以平息 袁平跟周边的人都相处得很不错 在外人看来,他们应该是幸福和谐的一家 可表面看起来幸福的一家 背后却暗藏汹涌 后来,袁平的父亲患了肺癌 经常住院不回家 母亲对玉子的无理取闹便生了急 1982年,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那个调解母亲和妻子的中间人不在了 母亲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他经常跟玉子说一些刺激玉子的话 比如,我从没承认过你是我儿媳妇 我成者不见了,是被你偷的吧 袁平回家时,常常看到妻子在房间里哭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想,再和母亲生活下去 估计家都不成家了 于是,袁平和住在神奈川县的弟弟商量 能不能让母亲住在他那里 弟弟也同意了,来哥哥家把母亲接了过去 之后,母亲每个月会过来一两次 每次都要找玉子的茶 除开这几天,夫妻两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平静和安稳 到了1999年,弟弟突然联系哥哥说 不行了,没办法跟母亲住一起 也许,母亲在弟弟家那边也总不消停 严重影响了弟弟弟妹的生活 袁平没办法,只得去把母亲接了回来 玉子想,毕竟同住一个屋檐下 抬头不见低头见 与其像以前那样天天不得安宁 还不如大家和平相处 她不计前嫌 经常带婆婆去买东西 旅游给她做好吃的 希望能和婆婆建立良好的关系 但婆婆从不埋葬 比如,玉子给她做饭 她却抱怨说一点都不好吃 自己做了饭拿到房间一个人吃 她买回来花,让玉子种在院里 玉子种好后,她又全部拔了出来 她跟玉子说身体不舒服 玉子给她做饭 她故意说做的不好吃 把饭菜全倒了 有时,她先洗澡 就会在浴缸里便便 或者往浴缸里倒垃圾 故意恶心玉子 除此之外 母亲还经常在厨房上放信给玉子 里面全写着对玉子的不满和厌恶 可这些事 玉子从不对丈夫袁平说 只是悄悄地写在笔记本里发泄一下 因为她知道 丈夫平时工作很忙 也很不容易 她不想再给丈夫增加负担了 2001年 玉平离开医院 去了一家老年康复中心做了事务长 在同事眼里 她是个性格温和 工作很认真负责的人 除了上班以外 玉平最大的兴趣就是培训警犬 她有两只德国牧羊犬 还帮当地的警署培训警犬 2002年左右 母亲回来三年后 妻子因为心理压力过大 常常出现头痛、恶鸣的症状 但母亲依然没有改变 以前是直接或间接地说玉子 现在又和儿子发起了牢骚 玉平从小就很怕母亲 所以她不敢还嘴 任由母亲说玉子的不是 可玉子毕竟是自己的妻子 她也知道玉子没错 可她又不能反驳母亲 而且不管说什么 母亲都听不进去 还不如算了 日复一日 玉平也感觉精神压力很大 几乎喘不过气来 2003年12月左右 玉子实在受不了了 她跟玉平说想搬出去住 于是 玉平和玉子试着去找了房子 可不久后 他们找房子的事被母亲知道了 母亲很生气 你们是想不管我了是吗 玉平是一个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看法的人 她特别怕同事们误会她 说她在老年保健设施工作的人居然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母亲 所以找房计划也只能搁浅了 2004年之后的一年 母亲继续给玉子穿小鞋 玉平实在看不下去 她开始想 干脆把母亲解决掉好了 不过想来想去 李信还是战胜了心中的恶魔 玉平放弃了这个想法 2005年1月27日 邮局局长给家里打来了电话 说母亲存责的金额超过了限额 需要办一些相关手续 希望对方能来邮局一趟 于是 玉平和对方说 第二天下午和母亲一起去 可是 第二天玉平有工作 让母亲在家等她 等她回来的时候 母亲不见了 玉平四处寻找 最后在邮局找到了母亲 不是让你在家里等我吗 玉平很是生气 但更让她生气的是 局长在跟母亲解释手续流程的时候 母亲却觉得局长想骗她的钱 别的工作人员过来解释 她也不听 在邮局大吵大闹 因为当地是小地方 大家平时也都会遇到的 玉平觉得十分丢人 而且几年前 母亲就有了老年痴呆 有时候大晚上的还会自己出门 玉平为此很是烦恼 这些琐碎的事 让玉平多年的怨恨彻底爆发了 她觉得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了结母亲后再自我了结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剩下的家人都要在世间的白眼下生活 与其给家人添麻烦 还不如大家同归于尽好了 但妻子对自己一直都很好 而且 家里总得留一个人来处理后事的 所以她不打算对妻子下手 接下来 她开始等待一个好的时机 不久 妻子跟她说 2月27日要和十个朋友去枝多郡旅游 当天去回 玉平很是赞成 并决定选择这一天下手 那一年 玉平57岁 妻子56岁 母亲85岁 妻子去旅行的前一天 玉平去把放在警署的两条警犬带回了家 她担心全家人走之后 没人照顾他们 给警署的人添麻烦 2005年2月27日早晨 本来是朋友来接妻子去车站的 但玉平想 这也许是最后一天了 还是自己送妻子去吧 这样能和妻子多待一会儿 她把妻子送到了中央本县的板下车站 还乐呵呵的跟妻子的朋友们打了招呼 请大家多多关照呀 九点多 玉平去了一趟工作的地方 虽然她当天休息 但听说有老人感冒了 所以她去问候了一下 回到家 母亲说想订报纸 不说不弃 之前母亲就乱订了好几次报纸 玉平每次都要去报纸代理店去退订 给人添了不少麻烦 今天又说要订 还有 三周前 玉平的女儿刚刚生下了宝宝 母亲嚷嚷着 让女儿带外申过来给她看看 玉平越想越气 恨不得母亲马上就消失 但想想 儿子还在二楼睡觉 他觉得 要先解决到儿子 再过来找母亲 不然 年轻力壮的儿子肯定会过来搅活的 于是 他拿着领带走进了儿子的房间 爸 你要干嘛 这是儿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走下楼 使用同样的方法对母亲下了手 十点左右 他把两只狗带到了山里 结束了他们 十一点左右 他开车去了女儿家 女儿藤井梢 三十岁 和三十九岁的丈夫藤井孝之 住在两公里远的地方 他们有一儿一女 一个是两岁的孝平 一个是三周的彩菜 他跟女儿说 母亲想看看彩菜 我过来接你们 原本想把女儿一家都带过去 但女婿当天有点感冒 身体不舒服 就没跟过去 女儿走进屋 看到沙发上的奶奶有点奇怪 就跟父亲说 奶奶怎么了 你走近点看看 女儿走过去 父亲拿出了领带 接着 他用同样的方法 结束了孝平和彩菜 快到下午两点时 原平再次去女儿家 把女婿接了过来 女婿刚进门 原平用锐气袭击了他 女婿受伤逃跑并抱了紧 警察赶到时 原平躺在浴缸里 脖子上有伤 是谁做的 是我做的 是我 说完后 他昏迷了过去 但还有一些呼吸 于是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还在旅行的妻子玩得很开心 但同去的朋友们相继收到了消息 瞬间 大家都炸开了锅 大家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因为早上原平送妻子来车站的时候 还开心地跟大家打了招呼 两周后 原平的伤势得以恢复 警方逮捕了他 经过精神鉴定 原平在当时是有行为责任能力的 检察方和女婿希望判他急刑 但妻子和弟弟却努力替原平求情 法官认为 原平是因为长期遭受母亲的精神压迫 才做出这样的行为 2009年1月13日 其赋县地方法院判处原平无期徒刑 在家庭关系中 如果双方都能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宽容 也许建立和谐家庭并没有那么困难 今天的案件就为大家讲到这 大家对这起案件都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汤圆 我们下期影片见